1987年,广州政府决定规划珠江北岸的大片渔村来缓解城区人口过密的压力 于是,一个名叫珠江新城的项目开始启动 此后的15年中,珠江新城的建设工程成为珠江三表州地区的一个亮点 许多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都参与了珠江新城的建筑设计 到2002年时,谨慎位于珠江新城的广州歌剧院建设方案还未揭晓 应该建造一座怎样的歌剧院才能够完成整个珠江新城的点睛之笔呢 2002年11月7日,广州歌剧院的设计竞赛评审正式开始 不出人们所料,荷兰的库哈斯果然拿出了一个十分前卫的方案 他将观众席设在米白色的折叠卷里 舞台呢是被安置到了铁架子上 观众必须通过一个洞口才能够欣赏到歌剧演出 但是在随后的评审中,库哈斯的折叠卷方案并没有得到评委们的认可 意外的被淘汰出局 而扎哈的圆润双利方案与奥地利蓝天组的激情火焰方案则成功入围 激情火焰方案尤其受到了技术评审组的好评 蓝天组是欧洲的一个传奇的建筑设计小组 他们第一个轰动世界的作品叫做《屋顶改造》 由于技术专家的大力推荐 蓝天组的胜出似乎成了定局 然而此时的广州歌剧院业主委员会却发现 广州市民对于歌剧院的竞标方案也十分关注 经过商议,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议 将所有的参赛方案都公之于众 让市民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歌剧院 出乎平稳的意料的是 扎哈的圆润双利方案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好评 许多人都觉得这个设计很像珠江岸边 被流水冲刷着的两块石头 是谁驱石道湘兴 天问阳城,镇谷慧 这两句诗词是广州流传最广的一段名谣 诗中的石指的是意义于珠江中的海珠石 它曾是珠江河道中的巨型礁石 传说是古老南越王朝的镇国之宝 随潮汐变化浮沉于海上 后人称为海珠石 在广州2217年的历史记载中 海珠石一直被古人当作神迹供奉 正因为这块石头的存在 人们才给这一条江取名为珠江 早在方案设计阶段 扎哈就对广州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正是珠江水的涌动和海珠石的传说 给了它设计圆润双利的最初灵感 大部分市民认为蓝天族的激情火焰 虽然设置前卫 但可能会缺乏城市内涵 而扎哈用钢铁和玻璃 打造的两块安静的石头 与周边林立的高楼大厦景观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从繁华的摩天大厦 过渡到宁静的广州歌剧院 再到缓缓流过的珠江 这种和谐的布局 圆了广州人的一个梦 二十年前 扎哈的设计还被人认为是 无法建造的梦境 二十年后 这一位女建筑师却在世界各地 赢得了大量的项目 广州歌剧院的建成 为扎哈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 而扎哈的到来 也为中国建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